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1日,农历大连三十 我们现在是在纽约皇后区法拉圣的罗斯福大道 我们今天在外面看一下我们这个华伦区的居民是怎么样过年 今天大连三十,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是马路上还是很多积雪 我们看这个餐馆里面这个过年的装饰都已经摆出来了 这是南桂坊,是一家不错的这个广东早茶店 这边呢有一些糕点店啊 然后很多,这前面是Uland Street 在这附近有很多这些中医诊所啊,比如这是一栋公寓楼 可以看到这昨天摆出来的垃圾,现在都还没有收掉,都被雪盖住了 我们前面,今天的温度也是比较低今天 所以大家都穿得很严实 然后因为现在还是处于疫情期间 啊,纽约市的唐吃呢,也是直到二月十四日 就是青春节那一天才会,啊,25%的容量开放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呢,纽约的居民是不能到餐馆里面用室内用餐 但是户外用餐,因为没有下雪的话,户外还是可以就餐的 有很多餐厅就在人行道上面摆了一些餐桌 所以说,我们现在到这个Uland Street和罗斯福大道相交的这个路口 大家可以看到交通还是比较繁忙的 因为今天是礼拜四的下午,五点钟 我们现在过马路 可以看到 车辆还是 可以平常一样排置比较多 因为现在已经是高峰时间了 因为前面是,再往前走就是缅街 缅街呢,因为现在是在 早上7点到晚上7点有这个私家车禁令 所以大家如果到法拉顺来的话呢 私家车是缅街的一些路段 私家车,在法拉顺中心的这些路段呢 私家车是不能走的 再往前就是 Macy's 新世界商城 在楼下呢,还有一个美食城 也有很多就是 华人朋友在今天会到美食城去买一些外卖 就是回家吃年饭今天晚上 这里还有一个便当,食材一汤便当 榴莲马上就到了 我们在这里祝大家 榴莲投资股市,流气大发 谢谢大家